我希望你去董妹,好久沒看到人家 院長,三個月會親自去民主基金會來立委 院長,民進黨團他們的韓文有收到了嗎? 有可能會到派臨時會嗎? 會到派協商嗎? 這個大家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做要不要甩鍋 謝謝大家 院長,到底有沒有收到民主基金會的書面 今天開會的通知呢? 院長,今天外面是不是比蔡大董事會更重要 有意義 蔡大夫要你趕快去開會 外交付超過議員的預算 董事會改選竟然沒有事先通知韓院長 不然你說這又是要下公韓要卡韓嗎? 而且就是他們這樣是不是根本就是硬搶好多吃相也太難看了吧 基金會當初的小節目 我覺得第一個喔,絕對是要卡韓 而且呢 這件事情跟現在目前國民黨正在努力的 這個國會三法很有關係 就是藐視國會罪 因為不管是外交部長吳釗席 或是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黃玉玲 他在接受質詢的時候 都說呢 他們開會的時間就是要跟 韓國瑜院長商量出來以後 才會開會 公開跟我們的詢答都是這樣 而且 有民進黨的立委 問黃玉玲執行長 他也是這麼說的 他就說 還沒有開會是因為 還沒有跟韓院長協調好時間 雙方還在接洽時間 結果最後沒想到傳出來的新聞是 根本沒有得到韓院長的時間的同意 他們就貿然訂定了4月10號要開會 甚至還大言不慘的發了一個新聞 稿證明有這件事情 那大家只要回去看立法院的公報跟影片 黃玉玲在立法院所陳述的 跟他們民主基金會後來發文的 內容完全不一樣啊 怎麼會有這麼荒唐的事情 為了卡韓需要做到這種地步嗎 民主基金會雖然他的預算也蠻多的 每年高達上億元 可是跟整個政府預算比起來 也是也就是piece of cake 也不是說真的很大 為什麼要針對韓國瑜做到這個地步 我們真的是完全不能理解 所以我覺得 今天既然方向上 韓國瑜院長會是當然的這個董事長 那他們要針對執行長的地方 想能卡則卡 那我們就問 韓院長預計提出的人選盧葉忠老師 他有什麼地方是不適格的嗎 如果有 如果有人敢提出 那就請你提出 我們應該是要在 盧葉忠老師是否是財是所 這個議題上面 雙方可以辯論啊 但是不要用政治意識形態 去綁架整個民主基金會 這個是完全不符合 當時民主基金會 所成立的目的跟原則的 那四月曉董事會表演是 竟然沒有事業通知韓院長 那會不會太難看 真是把基金會當成小金庫嗎 藍委會怎麼做 會遇上了杯葛嗎 第一個啊 台灣民主基金會 每一年的公務預算 現在達到1.8億元 那麼在之前我們也曾經指出 台灣民主基金會 在做補助所謂的NGO的時候 其實已經被我們抓出 非常多的都是綠油油 甚至呢 連當時的董事長尤錫坤 自己所創辦的 還有他兒子所主持的 NGO基金會 都拿到大額的補助 那更不要說像 林非凡或者現在的 沈柏洋委員 他們所主持的 這些NGO也都拿到補助 所以 民主基金會已經變成一個去養綠油油的小金庫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一直最近以來一直在討論的 就是應該順利的讓他尋慣例 由韓國瑜來接任基金會的董事長 那可是現在可以看到 整個台灣民主基金會 現在連開會 都充滿了其實非常不尊重 不禮貌 韓國瑜的動作 那比如說現在民主基金會 他竟然 他發新聞稿 說要在4月10號來召開董事會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 這個時間之前 不管外交部也好 或者民主基金會也好 完全沒有跟韓國瑜商量過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一個未來即將要接任基金會董事長的 韓國瑜立法院院長 為什麼民主基金會可以完全不尊重 這個韓國瑜 他對於就是未來一個開會的通知 他甚至還在新聞稿裡面講說 遲遲等不到韓國瑜的開會通知 但是我要反問民主基金會 反問外交部 你們有去跟韓國瑜去商量這個開會的時間 還有第一次開會到底要討論什麼樣的事情嗎 到目前為止我所了解就是上個禮拜 應該是星期五的時候 他們就是臨時性的把開會通知交給 就是發給所有的董事 這些董事事實上都覺得莫名其妙 之前完全沒有照會 連韓國瑜都是如此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請問一下召開這個基金會的第一場會議 到底你是不是要繼續的來卡韓或者架空韓 到現在為止也不得而知 民主基金會對不對 4月10號 我想這個時序上是有一些問題的 過去我當民主基金會的董事 我也是被告知 何時要來開會 他幾乎是沒有太多的一個討論的空間 有時候偶爾問你一下 然後我說這個時間可能有些問題 他們可能會做一些修正 就是對一個董事的一個態度 那這次韓國瑜是確定是可以當上董事長 那我覺得民主基金會應該基於尊重的一個原則 如果那天韓國瑜沒有空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沒有董事長沒有新任董事長嘛 所以我覺得事前開會的一個尊重應該是必須要的 那至於4月10號要做哪一些的事情 我想韓國瑜寫的非常的清楚 韓國瑜應該是當然的董事長 那至於他所提的這個執行長 那是董事長的一個權責 那我想這個民主基金會應該根據法規 好好把這樣子的一個時序 把這樣子的條文 然後呢做謹慎的一個處理 我想韓國瑜是站在法的立場上面 我想他有他自己的一個處置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希望4月10號 能夠順利的推舉韓國瑜是當董事長 然後呢由他所任命的執行長 也能夠順勢的能夠得到委員會的一個統一 我覺得民進黨中的做法 實在是一個非常不聰明的 因為柯敬明已經特別提到的 韓國瑜當董事長是無庸置疑的 那執行長是要跟董事長來做一樣一個配合 或許需要有一些的溝通協調 不過一切都還是要以董事長的意志 為最大的一個依規 我覺得照著法來行事 那柯敬明不是一天到晚就把我們的憲法擺在前面嗎 那我們現在不用透用到憲法 只是要照著民主基金會的組織條例 來去做這樣一個處理 那這就是一個法的一個基本的精神 想問一下民主基金會董事長 還現在被指的是民進黨卡寒 但在歧視上日雲現在還是比較多數 所以不一定要按照慣例嗎 我們已經多次的說明 民主基金會的董事長 絕對沒有卡寒 黨寒的情勢 依據慣例 那由立法院的院長來出任 那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如此 不管外交部也好 或是民進黨 包括我本人已經多次的回憶 民主基金會就讓他 一、董事會開會的騎乘 那在法定的期限完成董事長的推派 包括後續的執行長的任命 也都希望能夠基於慣例 那讓未來的董事長 基於慣例來領導未來的民主基金會的團隊 也要能夠依據民主基金會的原始宗旨 來強化台灣跟民主國家的合作 民主基金會排定4月10號要開會選董事長 那韓國瑜屬意是要由這個政大的盧葉忠教授來擔任執行長 還傳出說如果不讓他上任的話 也不排除拒接董事長的位置 那王宏偉也批評說 拒接董事長 就說如果不讓盧葉忠當執行長 可能想跟他共同進退 可能他也還會 我們不要對民主基金會都說 在旁邊講話 我想民主基金會 團院長當董事長 這是一定的 我趕快找程序把錢出來 自己欣賞部分 我當然互相之間要協調 然後當然我想 是用一個討論方式來處理就可以 然後互相互相協調 看看哪一個對事 當然我們這個 大家不要說民主基金會 民主基金會 民主黨要卡韓 都完全沒有這件事 一直在這個情形上做我們 是對民主基金會 是對韓國瑜是不好的 很不盡 也會是對民主基金會 中國大夫基金會 是對民主基金會 非常好 但是現在我們會 發展到一個 一個陣子 那裡 就是 兩個人